盖房子 商代人怎么盖房子 盖房子的时候 砸地鸡的时候 刺个脚上 或者是小孩 或者是妇女 再不计 弄刺个男的 夯在下这 安门里 里边刹两个 外边刹两个 商量了 用人血来涂 这种情形下 鬼魅缠身 可是我们看看周代 周代盖房子 怎么唱 周代有盖房子诗 怎么唱的 丝剑 或者读丝干 致至丝剑 悠悠南山 看了吗 丝剑 吸水 吸水的波纹 互相交替 致至然 清零 致至丝剑 这是近景 远望中南山 悠悠南山 向如松茂矣 如竹刨矣 兄与地 事相好矣 无相由矣 注意 周代建筑里边 我们发现了这么多年 在他盖房子的时候 再也不杀人了 他还有一些偶尔寻藏现象 但是盖房子 杀人 放到地基底下 这个从最早的 从这个大西文化 就在湖南出现的 这个成头山遇址就有 一直延续到 龙山文化时期达到极端 到了殷商 继承下来了 继承下来以后 这个习俗到了周代 革出了 周人把它革出了 宋国人还没有 革出了这个习俗 再盖房子 祝愿它 祝愿房里的人幸福 我们才想起了用诗篇 那是心灵解放的一个结果 所以商宋是商代人 这个呀 我不是我 今天说商宋不是商代 是王国伟讲 王国伟有一篇短文 叫读商宋 讲什么 说商宋盖作于 宗周中叶之际 王老先生 他这么讲啊 是因为他对金甲文的熟悉 他不像我们现在这帮学者 现在很多研究诗经的人呢 没办法跟他们交流 有新材料不看 潮冷饭 老耍聪明 这个情形 经常是跟那妇女打架似的 说商代有那么发达的文明 难道就没有诗歌吗 他会跟你发这样的疑问 注意啊 大家看三星对于文明 三星对于文明 那个器物全是砸了的 烧了的 什么意思啊 当你这个文明被征服的时候 先砸你的意识形态 先把你的鬼神 你的宗庙 全部砸掉 周五王灭伤的时候放火 你有礼乐班子 你有什么 全给你弄掉 当时你这美玉 你那些青铜器 全部拉出来 就是有歌唱的话 他也未必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商宋那个样子 左传里边记载 进道通 有一次跟宋国人在一起盟会 结果宋国人把他们那个旗帜 把他们那个五月的旗帜打出来以后 吓得宋道通就钻到幕后去了 看到那个旗子以后 然后就钻回去 钻到那个大帐后边 结果没多久 就出现了身体生病 说闹鬼 说那个旗子上的鬼啊 扶到他身上了 闹碎鬼 后来是有个大臣说 闹碎鬼 我们也不想赔礼道歉 我们也不用祈祷他的神 因为什么 是他们自己让我们看的这个旗子 我们不想看 你从这个细节 诸位看到是什么 殷商文化道的宋代 还殷僧可怕 他们唱那个商宋 能是现在这个商宋样子 在这个地方 文学史有两种 一种是有记 记下来了 记下来的文学史 我们才能看到 还有一种文学史 在过去 在那个 在养韶文化时期 在青海 我们就发现了很多彩桃盆 彩桃盆上 有人在那跳舞 大家会推想 他一定唱诗 但是那个 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 那个文学创作 随着封锁 我们要研究的是 我们人类 我们这个社会 什么时候知道 诗歌是好的 把它记录下来 应该从这儿研究起 文学史 而不是去抬这个岗 所以这里边涉及到 这个文明的很多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简单的说什么 就是说在周代以前 我们中国的先民 经过了漫长的实践 有的时候碰着头破血流 有的时候还陷入轨道 最终我们 最终想到了一个封建制 把大家统一起来 我们达到了一种什么 达到了一种状态 积极状态 那么现在这个真话 我们说了个大脑袋 离谷所离的那个时代是什么 是周代 结了一个新的 新的平衡打破了 打破了以后就进入到了春秋时期 进入到了战国时期 大清邪的时代 这个大清邪的时代 有很多东西 我们说历史是在变化的 今天的历史跟昨天不一样 但是历史未必是在价值上进步的 春秋的学问 不一定比战国的学问 更缺少人本价值 举个例子 老子 我们现在可以说 它是春秋后期的思想 你看他讲政治怎么讲 我无为民自化 我无为民自负 我代表政权 民代表民众 这个东西非常符合海耶克 凡其自由主义讲的放任 小政府大社会 让民众自己去为 非常符合这样一个 基本的自由精神 可是到了战国呢 到了战国 黄老出来以后怎么说 我无为 臣有为 还是权力有为 又回到了大社会 小社会大政府这个状态 我们中国两千多年 我们缺点这个政治上的自由精神 放任精神 老子说过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 把它修改了 你再看看韩非子 韩非子那个思想 对军权的捍卫 所以说秦国的失败 即是韩非子的失败 因为赵高这个人 还有那个谁啊 还有胡亥这个人 是韩子的门徒 他当然不一定跟他上过学 动不动 韩子曰 韩子曰 赵高接着用韩子曰 赵高说 韩子曰 君臣 君臣不能相见 君主不能见大臣 结果赵高就 赵高就 二世就听了 不见大臣 好 他赵高在那玩 玩指路为马 这个里边我们不去多说他 未必战国的文明价值 一定比春秋多 未必 所以这个问题啊 它是一个大倾斜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这个 在这个春秋时期 有些礼节崩溃了 这里边这些内容啊 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就是下载 或者怎么着 我们就不按照这个讲了 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挑要点 比如说礼乐文明成为过去 在周代 到了春秋时期 有一个礼节叫大首礼 就是这个礼节 这个大首礼是干什么 打猎 集体打猎 周代就有 周代有一首诗 车工篇 就写的是周宣王跟诸侯们 穿上同一个服装 去干什么 狩猎 我们要知道 周宣王是其西北编幻严重 可是他要跑到洛阳 成州这一带 去跟诸侯们去 一块狩猎 干嘛 训练军队 切掉诸侯 调动战争资源 战争的精神资源 因为这是一种恢复传统的 这种方式 中国人注意 这里边跟我们说上下和谐 周代封建制造具的这个东西 其中有个特别讲究传统 周天子为什么要穿上 跟大家诸侯穿的一样去打猎 那是因为恢复到 不要看我今天是天子 你是诸侯 过去周文王以前 我们是一群人追赶同一个猎物 用这种传统来协调大家 来消除眼前的一些矛盾 一些不和谐 那么这个大首领里边 杨宽先生对大首领有一个很好的研究 他研究大首领 他讲什么 大首领上 一选军主 不是选军主 选执政 大首领谁表现的好 选他做执政 我们看到春秋 左传里边记载了不少这个事情 比如说金文公要打仗 大首领 大家推谁 推西湖 因为西湖年龄大 董诗文 结果他后来死了 死了以后先整干 要打仗了 大首领 选拔本国的执政 凡是大首领上主政的这个人 战争结束了 就是国家的一把执政 选拔官员 那么大首领我们要知道 他参与者是什么人 就像有罗马的贵族 有参军权利的贵族们 男人们 他们在一个典礼上 看大家都精明眼亮 这次手里谁做得漂亮 选谁所执政 大家心思口服 我们在今天很多历史学家都赞美 这是一种进步 这是进步吗 几个人从此把进步的很多法度 就写成了条文了 再也不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开会来公布法度了 这是一个进步吗 是权力的进步 所以我们说离谷的时代 我们讲这么一个例子 让大家引起一个思考 就是讲这种古老的典礼里边 这种原始的民主要素 随着我们所谓的成文法的诞生 没了 以后再公布法条 就是商扬他们的事 理亏他们的事 是专业人员的事 民众再也不参与了 当然我们如果自己说 赵顿这个人就是破坏这种原始制度 头一个 赵顿就是在移植手 被野心地推举出来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问题 跟大家可以交流 就是出税母的问题 出税母 现在我们都把出税母当做什么 把出税母当做私有制确立的一个标志 可实际上 出税母是确立了私有制吗 出税母为什么要出税母 这是借田这种制度的崩溃的一个结果 就是过去民众耕一些田 给你一块丝田 你这种完了以后 你要给国家公家再去劳动 这叫住 结果后来铁器 铁器投入到劳动以后 老百姓在业余时间开垫了很多荒地 结果政府就要向这个荒地收税 收了就收了 收了以后 注意 收税这个问题 这个土地绝对不是政府给我们开垫的 是我们有了新的工具 我们自己开垫的 你来收税 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民众没有声音 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 没有声音 没人反抗 这个他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我们如果顺着历史说 使军队越来越大 军队的规模越来越大 军主的权力 大臣的权力越来越大 所以成仆之战 成仆之战秦木工 一共是派了700辆战车 大概是700辆战车 一个战车上坐仨人 后边跟10个人 一辆战车大概是13个人 700辆 不到1万人 没多久 到了战国出席三家分界以后 三家跟山东跟齐国打了一仗 在领秋打了一仗 抛在战场上的尸体 就达到3万 所以这个国家掌握了这个制度以后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军队警察压了很多 军队尤其是规模庞大 这个地方啊 讲史有的时候不能瞎皮肤 但是我难免要瞎皮肤 就是我们大家 刚才我在那聊天 咱们首师大有一位 搞英国史的一个年轻人 叫什么我忘了 他研究这些 研究英国的农民等等 这里边 当然我看的书不是 他也会谈到 就是1213年 1215年 曾经英国签订了一个大宪章 这个大宪章是什么 就是约翰王为了打仗 要增加税收 结果40个男爵造了板 造了板以后 然后打打打 到了1213年以后 这个男爵还是什么 这些人从斯坦福出发 然后把个国王控制起来了 最后签订了大宪章 大宪章大概是多少字 六七千字 多少条文 但是后来的史学家就说两样 说这个宪章 从此确定了两样不可逾越的原则 什么原则 一 以后要再征税 必须要经过纳税人同意 由此后来设议会 议会 议会是干什么的 议会就是专干这个事 这是第一条 你要再征税 必须要经过纳税人讨论 审核 另外 你纳了税的那个钱 怎么花的 议会也要管理 第二 国王不能够在没有经过高等法院 或者法院批准下擅自抓人 不能 公民的人身 神圣不可侵犯 接着 还有一条 当然国王也说 你们也得保护我 你们再怎么革命 你们就是想革命 比如说我有私 他讲了很多 他说比如说我不在位 我没有答应你们的要求 你们开始革命 但是你们要保证我家人的安全 人身的安全等等 也保证 总之这两条 变成了最早的贵族向王权 争取权益 这么一句话 英国有个社会学家叫伯里哥斯西 英国社会史说了一句 他说这句语法 你贵族会说 将来的无限的人民都会说这个语法 这两句话都会说 你贵族向王要权利 那好 我们未来的民众向贵族要权利的时候 照样是这两句话 你们不能擅自征税 公民的权利 神圣不可及 所以英国弹丸之的一个小国率先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东西 过去讲什么大国崛起 我看了半天 这些事不打讲 不打讲就没希望崛起 没有希望崛起 所以说这个情景 出税木刊了吗 他要增税增了 再增还增 所以说马克尧 北京大学马克尧教授领导 他一帮学生对比中国农民跟英国农民 在清代的时候 一个农民家庭的收入 结果是非常分析 一个英国的农民 如果他的产品商品率达到了15%的话 我们中国的农民商品率到不了7% 一个英国农民 如果一个家庭一年的劳动 能达到15%的这种储蓄的话 我们连7%都达不到 但是从农业生产的农业技术上讲 我们的农业要高于同时英文农业 所以说中国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整天在讨论中国2000年 为什么封建制度连续那么长 说来说去 有人把这个责任推到这 推到哪 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历史很沉重的话题 为什么要跟酒必合酒和必分 历史大使酒和必分 为什么我们要走到战国时期这一阶段 我看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后边所说的这个 我们的大多数太沉默 太能忍耐 当然我们不是在挑唆什么 注意啊 要善于听 这是个历史问题 不是个道德问题 也不是个现实问题 实际上我们认识历史的时候 认识到这一步 我们要谋求犹以解决 但是历史 林玉生先生说了一句话非常好 我们建构新的社会生活 我们不要比快 我们要比慢 我们不要比急躁 我们要比耐心 在这些地方 实际上我们的学术是干什么的 你写了那么多历史 你不敢面对这个实质问题 所以说到这以后 我们就想起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叫顾准 顾准有一部没写完的书 叫希腊城邦制度研究 顾准先生有感于什么 顾准先生有感于 亚历史多的一句话 他说我们西方虽有民主 那是因为我们西方人格健全 而东方所以出现专制 那是因为东方人奴姓 做了个人种的区分 这刺激了顾先生 顾先生最后 他一句最解气的话就说 你们西方人也有王权时代 你们也有过奴姓的时代 后来他没写完这个书 他就病死了 但是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学者 一个了不起的学者的一个问题意识 我想现在我们应该 跟上去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这是个学术问题 的确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说我们中国老百姓很善良 有的时候我们不闹他 你看这个希腊人 欧洲债务危机 政府上的稍微那么紧缩 马上上街游行 真正的希腊人并不穷 但是他没有后续的援景 可是我们也不要过分地批评人家 他们的民众在发出声音 欧洲的历史必将是在民众和政府的对峙中 这个夹缝中找到他未来的出路 这就是他的历史现实 所以这里边 到了战国时期 另外还有这个社会的变化丢失了很多 当然也崛起了很多 比如说在战国时期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需要今天思考 那就是那是一个乱世 那是一个荒原上七皮狼横行的时候 谁最终了统一了天下 为什么 这里边有重要的起义价值 变法 这就是 变法有深浅 齐国的变法最浅 周济 一个明白人 自己起来以后照着照镜子 周济凤前往那界 那个那篇文学的整个 整个的文学意向是什么 诸位 是一把镜子 他照镜子照出问题了以后 他让其威王也照镜子 结果就清理了一番政治 这种变法 王明白 明白王在世就有 无度王在世 不在世就没有了 变法最浅 其次比较深入的变法是发生在三晋 赵武林王军事变故 所以在我们的讲座中 我们谈到了云语之战 马夫君出了 出了这个带着兵器 救山西的一带的这个战乱 那个前方的危急 一出了这个邯郸就蹲下来了 在那蹲了28天 屁股上都长了毛了 结果后发而先知 他要一动 一天一宿 走了一百多公里 好家伙 一定是赵武林王胡胡骑射的结果 有欺兵 但是 所以赵武国到了 到了什么 到了后来是唯一可以跟 跟什么跟秦国对不对的 可是这个变法仍然是偏酷的 只有一个上扬变法 打造了一个全民体制 什么体制 就是老百姓都想求富贵 那好 你给我去东方打仗 打一个人头换多少土地 打一个人头换多少土地 你打到五个人头给你武家 我就划给你武家 归你 归你领导 你征他的税 政府也征他的税 他把民众求富贵的这种 这种永恒的愿望 跟国家统一的愿望 钻到一起了 而且打造了一个体制 这个体制 当然 这个体制 以二百年的观点说 是个胜利的体制 以两千年的历史说 是个太过功利主义的 太局部的一个生活 他为了要立出 这就是什么 驱龙归战 要驱龙归战怎么样 必须要立出异恐 你要想获得富贵 只有一个渠道 去够打仗 经常做买卖行不行 不行 我去读书 教书行不行 不行 我开个小买卖行不行 不行 你要干这个 坚决消灭你 坚决把你打成 不让你入籍 或者让你什么 在商人级 你要一在商人级 注意三代不许你做官 不许你考大学 立出一股 注意 这就是局限性 当一个民族 注意 当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 它的守工业必然跟着发展 可是 商鞅是不要的 这个东西 如果说 如果说秦国统一了天下以后 迅速撤销这种 这种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是可以的 但是秦国人不知更化 甚至 重视农业 歧视商业的政策 一直到我们改革开放时期 才彻底把它扫掉 过去有一个战争 叫一陵之战 刘备 刘备这个人 这就是宰相跟帝王不同 宰相 识人 宰相不能具体做事 帝王能识人 不能做事 你看刘邦 手里现在那帮人 全是大英雄 可是他自己带兵 韩信说的好 带十万人乱套 刘备又何尝不如此 刘备知道马素是图有虚名 但是刘备一打的一陵之战 很完蛋 宰相是什么 宰相你看了吗 诸葛亮就未必认识马素 可是诸葛亮能做事 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政治 说你品级人物往往可见如此的一些情形 那么一陵之战里边有一个细节是什么 是陆逊女盟 他摆了个八百里连营 这么个阵 当然没有八百里 也很在长江两岸驻扎 结果是 吴国人想偷袭他 吴国人偷袭他 如下阿蒙出了个什么主意 让吴国的军队穿着白袍 跟我的上衣似的 干嘛 晚上划着船穿着白衣服 往长江上游划 说这个情形居然 蜀国的部队不予理睬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的商人 他有特殊的服务 打扮成 打扮成长江里的商船 这个消息告诉我们什么 对商人的歧视 到了三国时期 早就成为一个习惯 商人不许穿跟别人一样的服装 大家都年轻 没有经过那个国大革命时代 国大革命时代是村里面的四类一样 地腹反坏右五类 这叫四类 他们都有标志 什么标志 身后背一个像那个 像那个 像那个射金那个靶子一样 中间黑 两边白 背一块那个路 走到哪 你是四类 所以有些人娶不到媳妇 想出村 还得找治保主任 说我要出村 能不能把我身上那个 接下来的一块膏药 说接下来吧 就一天 就一天 接着带上 纳粹 给犹太人不也干这个吗 带三角 所以说 一直到了明代 你看那个海瑞 他们对商人 有些电视剧反映那个情形 对商人总是歧视 当一个民族 把商业这种东西歧视了以后 注意 我们就是经验主义的经济 经济 经济学观念 雍正就说 赵叔的就说 说市场上少个商人 钱的就多个农民 就少个白吃白喝的 就多一个生产的 到了雍正他们还在算这种老农的账 你要注意 后来今天我们知道商人是什么 商业是什么 是社会大生产的组织者 2 3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